请问小冬老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打了败仗 台湾光复了 那为什么日本 没有把钓鱼台 连同台湾一起还给我们哦 日本的确违反了 很多国际法的规定哦 第一点 1943年的开罗会议宣言 已经明定 日本窃取自中国的领土 包括台湾及澎湖群岛 必须归还中华民国 第二点 1945年的波磁坦公告 也明定开罗宣言的条件 日本必须遵守 而且啊 日本战败投降 签署的降服文书 也同意接受波磁坦公告 及开罗宣言的条件 同意要把台湾 澎湖群岛归还中华民国 第三点 中华民国在1941年 对日宣战时 已经声明 被指马关条约 日本应该把钓鱼台连同台湾 澎湖还给我们 1952年 中华民国和日本签订的中日合约 日本也承认马关条约无效 钓鱼台列宇是台湾的附属岛屿 当然也应该连同台湾 一起归还给我国嘛 好啊 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日本应该无条件归还 钓鱼台列宇给中华民国 是的 从开罗宣言 波茨坦公告 日本降服文书 到中日合约 可以确认 日本必须将台湾归还中华民国 那钓鱼台列宇是台湾的附属岛屿 当然也应该连同台湾 一起归还我国了 所以 日本切占钓鱼台不还 在道理上 根本就站不住脚 唉 因为日本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 已经切占了钓鱼台 后来又把钓鱼台列宇 改名为间隔列岛 掩饰了钓鱼台列宇 是我国固有领土的事实 当时国际社会不清楚缘由 也没有深入研究 所以 战后在处理日本归还台湾的问题时 勿将钓鱼台列宇 连同琉球群岛交给美国托管 没有直接把钓鱼台列宇还给我国 后来 美国又把钓鱼台的行政权给了日本 真是的 不过美国在1945年到1971年 对于钓鱼台列宇的托管 只有行政权 并不牵涉主权 钓鱼台列宇的主权 还是属于中华民国所有 日本理应遵守国际条约 把钓鱼台列宇还给我国 没有说明 现在我们下车里面的通知 把钓鱼台列宇还给我弄了 sulla车里面的通知 收ARD 三条里面的通知 我 这里面的通知